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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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琪 听我跟你说 你这样会让我很为难的 你知道吗 苏琪啊 你等等 是不是这家 你听我跟你说啊 苏琪 我告诉你林乔在哪儿 不是让你来找他的 你这样我会很为难的 你知道吗 跟你无关 你别怪我没警告你啊 你越这样 林乔更加不会打理你 既然已经这样了 那我们就鱼死网破了 你真是我亲姐姐爱你 苏琪 林总 苏琪 你什么意思啊 杨长 苏琪 苏琪 林乔 疯了 你让我看转给你什么 你告诉我 你是用了什么手腕 把这些男人弄得晕头拽下 苏琪 你怎么了 你先别激动 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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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我就先不上去了 今天很抱歉 晚饭搞成这样 林乔 我有点害怕 你怕什么 你说苏启会不会又做啥事啊 宋总 你放心 这一次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在你身边 而且 谁都别想阻止我追到他 秦若叔叔 你一点也不着急吗 我不想让你妈为难 明白吗 你可这话我就明白了 你去看看苏启吧 我还是有点担心 好 那我就先回去了 叶娜 走了 回家了 秦若叔叔 走了 快回家了 嗯 这段时间 麻烦你照顾好颜颂 三天之后 是颜颂的生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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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先下去吧 来 这两天在外面过得怎么样啊 非常好 钱是跟朋友借的吧 这点您不用操心 谢谢 不需要我操心 你在外面追女孩子 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别忘了 你还是姓林 你还是林家的人 你在外面做的一切 都有人关注 这点您尽可放心 我追严肃是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追求者 跟林家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用的也都是我自己赚来的钱 还有 您不是已经把我的卡已经冻结了吗 不过你放心 我可以养得活我自己 你说得理直气壮的吗 一个人自己养过自己是很简单 在外面追女孩子也不是一件难事 怎么 我听说你买了个房子 你找人查我呀 你这么大动作 我想不关注都难 等等 我帮你算算啊 你一个外科医生 能有多少钱呢 如果你不用家里的钱 我的钱都是跟朋友借的 我没有用过林家一毛钱 对 你说得都对 可是你别忘了 借给你钱的人 一定知道你林家大少爷的身份 不是吗 在外人眼里 这不过是 我们家里闹到别扭而已 把钱借给你 有百利而无遗憾 如果是我 我也愿意把钱借给你 你怎么能说 这和家里一点关系都没有呢 不是所有人 都跟你一样这么计较钱的 我只想告诉你 大部分人都会这样 尤其是你身边的那些人 包括那个女人 这些道理 你从小就应该懂的 你今天叫我回来 应该不光是问我 买房子的事吧 这不像您的风格 我找人查过言诵了 没什么特别的 我只是觉得 应该了解一下 您这样做太过分了 我就是想告诉你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是婚姻和恋爱是不一样的 我不会阻止你谈恋爱 等你累了 腻了 我到时候会告诉你婚姻的问题 我已经做出让步了 不要在外板住了 回来住吧 对了 你把借的钱 尽快还给朋友们 我不想我们邻家欠别人什么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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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实在不好 不好意思啊 本来想请你吃饭的 没想到会弄成这样 没关系 苏小姐不会有事吧 林娇会去看看她吧 我觉得我们应该勇敢地 面对自己的人生 好好问清楚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才能给自己心爱的人幸福啊 你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 过两天是你生日 有安排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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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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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